心脏病的最强烈的表现 不在心经上 而是在脾经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脾经跟我们的心脏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吧 告诉你啊 呼噜是这里边呢 不是有一个小缀吗 这个里边 就这样的哈 这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对里边那个肉缀 谁煮肉呢 皮煮鸡肉 是皮须 所以像他呢 如果再虚具有可能有哈喇子 你回去你看 问问他是不是还有口水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 让你父亲呢 经常的要 就说实在你父亲可能有点懒 对吧 就你的父亲 那所说可能有点懒 那就不是一般的懒 所以呢 就是说 就是你要想真正的解决他的问题 要从这上去解决 但是你 我不建议他给他去做手术 或者是 有些因为到严重的时候 他会出现呼吸暂停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出现 就是现在很多的人有呼吸暂停症 但实际上你们都忘了一件事 因为你们没有很好学中意 这个还是从强健脾来开始吧 如果要用脾好 摇垮特别重要 要学会摇垮 比如你这个摇垮 如果真做对了 真的 反正在我身边有人 我交给他们摇垮以后 他们的糖尿指标就全都下来了 但是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要坚持 但我眼里就是听话的人病人能好 不听话的人病人能好不了 那么真正会摇垮的 你们会发现有一个舞蹈特别摇垮 肚皮舞 明白吗 我希望你们找到一个方法 过去养儿防老 将来肯定不是养儿防老 将来一定是自娱自乐 你都不愿意给女儿女添麻烦 那你就别生病 你要自娱自乐 你要很好 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